荣哥剛才說了聯俄融共 其實中國人都經過了 這樣的語言上的變異 話說俄國俄語 是曾經在中國是尖頂的第二語言 某程度說俄語不聰明都聰明 雖然大家都說普通話 因為當時是以俄為師 直到斯坦涵死後 跟蘇聯共產黨吵大架 一樣 當日中國人無法選擇誰是第二語言 你一定要學何語 因為俄國是革命的遙南 蘇共是共產黨最好的盟友 曾經是他的靠山 大家是俄語 跟今日大家不可以說粵語差不多了 一個是一定要說 或一定要懂才發達 一個是你最好不要說 或者你不是經常不說 你最好盡量不要說 有北大人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粵語 不要失禮 所以其實看歷史 其實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 你講回聯外傭共輔助公農 這個政策 在國民黨那裏 就是孫中山先生作為國民革命的其中一個政策 其實也是 當日第三國際 威望這麼大 是共產黨的靠山和米飯班主 你可不可以不懂俄語 如果你是共產黨國務 所以就要留俄派和非留俄派的抗爭 老毛的美國是俄國的 黃明、博古、秦邦憲 全部都懂俄語 康生 因為在莫斯科搞了一間叫中山大學 就是要培養國民黨兼共產黨 有一間叫東方勞動大學 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 一間就是偏重共產黨的黨員去讀 一間就是偏重國民黨的黨員去讀 但都會有交叉 所以當時是學俄語 就是學俄國的革命理論 你要俄人才行 因為聯俄容共 所以你回去看到 回來的時候有所謂國際派 其實國際派只是流俄派 親俄派 就是親蘇聯派 現在派就是地道廣東派 有些就是流法、流德派 鄧小平是流法、朱德是流德 所以你看回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地區 受帝國主義的侵略 他自己是受到其他文化衝擊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你親蘇的就學俄語 胡適的那些英美派就讀英文 當然英文是當時留英留美都不少 有些流德派 有些流法派一樣 因為蔣介石是學日本、德國的 有些流日派 老順是流日的 日本學甚麼都學德國的 所以日德派、英美派、歐洲派 俄國派很多 所以俄國人對中國的影響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都很深 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上 王明只懂得聽共產國際說 毛澤東不懂俄文 代表兩種力量 一個是留在中國 沒有人支持自己打江山打的 一個是宜皇帝 斯泰林告訴他 你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領導 王明 國股秦邦獻 所以說這些歷史有時都很好笑 說回正題 現在共產黨在廣東摧殘 亦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甚麼時 第一次是南下幹部下來 整肅地方主義 那時他沒有在語言那裏做功夫 表面上 因為在共產黨取政權後 原來在廣東省的幹部 和打游擊 東江游擊隊 瓊牙游擊隊那班人 就來接管政權 因為他們是廣東人 但共產黨成立了五個局 在五個地區或左門地區 就去接收政權 中南局當時是陶珠 是北人 總之是北廣東 下來接收政權 下來時遇到這班廣東幹部 大家是不和 他們覺得我們才是正宗 我們是一路解放解落下來的 廣東人說我有功勞 我做游擊隊 我地下黨 鬥爭 終於逃著大開殺戒 所謂整肅地方主義 反對地方主義 將一批越南越系 是廣東共產黨整肅 這就是所謂反對地方主義 那時就是幹部內部鬥爭 燒不到民間 民間都是 其實很簡單 你不懂普通話你怎做事 因為北方幹部是懂普通話 你懂普通話便便便便便 普通話當時來說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現在老一輩都不認識 在廣東來說 是呀 那便不怪他們 所以不是第一次 對於 中央政權對於廣東人 文化的不尊重不是第一次 所以跟上海一樣 對上海一樣 上海人又看不起北京人 所以中國的政局鬥爭 就是上海幫跟北京幫鬥 鬥到今天都是這樣 廣東的素來就不夠份量 廣東人就鼓劃 就是你不要理我我自己搞 你給我一個機會我休息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共產黨因爲要搞一個運動會 而有人要靠嘴出來說 要講普通話 又在電視上說 不要講廣東話 講普通話 有歷史的恩由 有心理的因素 其實我覺得最後來就是誠過 承托了出來的就是 我大過你 我可以讓你無雲下 我可以讓你又雲下 我不喜歡那時你暫時不要行雲 這就是家長政治 中原政權的心態 這他自己都講得很清楚 他都說明知 他自己都做了一些民意調查 有九成人反對這個政策 但他説都要行的 就是要令到這些反對的人 改變他的意見 這是一個很家長式的一個想法 是呀 絕對是 在香港都是 我知道你六成人要普選 我大把時間我再不給你 我跟你磨 磨到你們失望 不搞 現在民主黨出來 民主黨就讀到 認識了 會不會跟他踏上一個線 當然有這件事 但剛才說北京和上海的鬥爭 但其實 對廣東人或廣州人來說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本土語言的生命力比上海話更強 無程度上得益於香港電視台 可以輻射到廣東 令到廣州電視台和其他本土台 都要用廣州話 你說歷史原來是省港澳 香港其實是似一等的城市 如果不是有中國革命 因為 中國的藍大門就是廣州 而不是香港 省港澳 所以其實以前好多的風氣 都是由廣東省影響香港 當然香港有個獨天獨後 就是有英國的文化 所以互相在碰撞 下一次再繼續說這裏